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叫什么呢 那个是改成语 就是鹿死谁手吧 现在叫谁死鹿手 对对对 没错 还有很多流行词嘛 像比如说打酱油啊 伯承啊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俯卧车都知道 就光你不知道 你不晓得吗 是怎么回事 就那一回嘛 你不记得就是有一个女孩说给人家强奸了怎么样 然后后来跳河自杀 然后呢 人家后来就说旁边有谁募集怎么样 然后去问旁边那些人怎么回事 他说我在那里做俯卧车 对 做俯卧车 不晓怎么掉下去了 说他 结果大家都觉得很荒谬嘛 就等于就道理有点像 那一阵子结果任何人都说 你发生了什么事 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俯卧车呢 哦 这意思就是说不相干的意思 是吧 不相干 混扯 Liar 撒谎 撒谎 对吧 这叫俯卧车 但是我也给你来一个 最近我又又又又学一个叫裸体做官 裸官 你这什么叫裸官吗 裸官 裸就是当官啊 裸体做官 什么样的裸体做官呢 这个用点呢 这个点出于什么呢 被判刑的那个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好像姓唐的那么一人 判了12年 可是呢 他在在任期间 早已经把老婆孩子弄到国外去了 对 说是因为这个典故 人们就说 这种官啊 就现在在大陆就有不少裸官啊 当然他可能现在 他也不是说他一定就是贪官 但是确实老婆孩子都已经弄到国外了 对吧 那么最近的新闻好像是说温州啊 有一个什么陆港区的区委书记啊 还是一什么人 姓杨的 到法国考察的时候 失踪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当多少年前有这种现象 跟着考察就失踪了 这个姓杨的呢 传闻啊 就是当地官方还没有说有什么问题 而且说已经组织一个三人小组 就说去 好像去做工作 把他弄回了 但是他是什么呢 说他到了巴黎 他的女儿已经先嫁到法国了 嫁给法国的一个那个温州华侨 那么传言说呢 就说最近纪委啊 找他谈过话 就有可能会涉嫌一些什么问题 然后呢 他就到了跟着考察团这边去了嘛 去了之后呢 还说我这个腰椎尖盘突出啊 我腰病啊 腰病啊 法国才能治得好啊 甚至还把这个病情 病例传给这个国内 就说你看 我得腰病 我不回来了 我得在法国治病 可是人在哪呢 找不着了 好像还有 最近还有上海一个区的区干部 这就叫外逃吗 其实就是 这算 当然你这个还没定性 它到底有什么问题 但是确实有这种现象 所以人们就在从这个事举一反三嘛 就讲这个裸官现象 可是太 我听了 那 这叫内在美啊 怎么讲 以前不是说的吧 内人在美国嘛 对对对 对 齐老师 这些搞文学都有内在美嘛 老公在美国叫外在美嘛 对 那情妇在美国呢 这个不好讲了 那叫心灵美 我跟你说 你也别太相信这个情妇了 这有的时候 我那天好像看一个材料 就原来福州那边 前公安局的局长 还是副局长 那么一人 他不是外逃贪官吗 跑到美国 跑到美国 他算是比较高调的 就带着情妇出去 而且呢 带着钱 就是说 我就是要到美国过好日子去 拉开架势 过好日子 买那个豪宅 买什么 但是你知道吗 你到外国你就不是公安局长了 你知道他碰到什么问题啊 就是这个福州那边江湖上有人呢 他当年在福建的时候 罗索过这些道上的人物 这些道上的人物 福青帮很厉害 福青帮 人家也是全球化呀 一下子 美国那边的兄弟 开始跟他说了 说怎么着 退钱 你把你勒索的钱吐出来 你要不吐出来 断你的手 断你情妇的脚 然后呢 你知道他怎么办吗 吴奈何 他情妇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呢 你知道吗 吴奈何跟情妇分居了 就咱保住手脚了 咱俩分居 结果要不说呀 这个女人心啊 分居了不到一年还是半年 他情妇又给人同居了 跟一个华侨富商同居了 把他给甩了 然后呢 然后他被发现得了癌症 缠绵病床很长时间 你说这个红颜知己 这个情妇啊 反正材料上这么说 看都没看过他一回 本来嘛 哎呀 这也情妇嘛 对不对 这种事 哪能太当真呢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 所谓裸官呢 这种东西 所以现在变成很大的国际问题 就其实全世界都在关注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那边呢 也谈了好几次 也跟中国谈过好几次了 这种事 因为所有这种裸官 都会牵涉到洗黑钱 嗯 就是因为你拿的是一个贪污的钱 或者甚至是犯罪的钱出去 你出去之后 你怎么把这个钱 洗刷掉 弄干净 或怎么样 常常会有这种东西出来 所以现在这全世界很多的政府 都在跟中国研究 一起来帮你怎么弄一弄这批人 他们基本上都是向陈水扁学习 哎呦 陈水扁呢 陈水扁是说 这玩大了 台湾建国基金呢 现在还要阻击陈云林呢 没错 还要再介绍阻击陈云林 他是曼德拉 曼德拉 对 陈水扁最近讲了 这就出了境界了 你们这种贪官 这是水平差了 对 阿扁最近说什么呢 他说是这个华侨是建国之母啊 对 当年中国革命都是靠华侨嘛 对对对 我不把钱转移出去 对 将来怎么台湾建国呢 还有台侨嘛 他说是 还有我告诉你 我看到新疆塔城 有个市委副书记啊 选美国的副总统啊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消息啊 他他去打打猎了 他开了一辆 好几辆车出去打猎了 看见人家瓜地里边 有有有两只野猪啊 砰砰就开枪啊 结果人家是两个人的 把那女的当场打死 李娟死亡 张玉川受伤 打成这样了以后呢 那出事了吗 然后他下来就要 一讨四车都是人嘛 然后就说怎么办 要到公安局自首吧 结果下面就有他的下属 跟他建议说 找另外一个人承担 叫叫叫 杨淑志来承担 那个这个 这个书记叫 铝什么 铝 铝夺公啊 他们两个人都同意 最后有一个人策划 就是由他一个下属去 去承认说 我枪是我开的 这个事情不关我事啊 什么什么 反正见报了 那当然就揭露出来了 就是说 胆子真大 就是这个书记 把把把人当野猪打了 打完了以后 下属去承担了 四位副书记 这在中国历史上 是有传统的 对 像皇帝出去打猎 我要整他 对吧 我还就得说是 你要整他 不是我要整他 你知道吗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 还有那种打猎也有 就是找一些路人嘛 你们听过 就找人带着路皮 披着路头 就装路 去混在一堆路里面 让皇帝去射 他的目的是 用来引出路群 但皇帝呢 不是看得那么清楚 就把路人打死 就把这个路人打死 所以这叫水死路首嘛 对对对 路死水首 有竹路中原嘛 对对对 你看中国人 都是人哪 竹什么路啊 所以一共有 说的都是老百姓 你说什么 路死水首 水死路首 竹路中原 这不就三个路嘛 就三个路 就说我们十二庄去了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现在啊 就有一个数字 说是人民日报的这个资料报道 从一九九二年到二零零七年六月底 外逃的这个省部级 包括副省部级的官员八十七个 正地厅级的三百二十 副地厅级的一千九百二十 处级的是八千两百五十人 副处级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人 共计一万六千多人 而且我有个人 我原来做过他的这个节目 就是我现在还在想着他 就是那个金额巨大的 河龙江那个什么 河松街支行 那个那个行长叫高山的 现在还没能回来吧 涉案金额超过十个亿嘛 甚至有传说 自己带着六个亿就就跑出去了 但是你看他的这个招啊 我发现要不说都是人精啊 都是都是都是会会安排 就是说他曾经在他在职期间 十几次出国考察 现在知道十几次出国考察 是干什么去了呢 考察逃亡路线 没错 安排好了老婆孩子 然后呢 把这个钱呢 已经逐渐转移到海外 多个私人账户上 然后玩了一手什么呢 跟老婆离婚了 我跟我老婆离婚 然后对不对 他快出事的时候 他不跑加拿大了吗 跑加拿大之后 你知道后来他又宣布什么呢 声称 说我现在啊 身无分文啊 我是靠着我前妻救济我呀 嗯 你明白吗 这个就算得多精啊 这官都做出水平来了 所以你们讲那么多这种官员 这种这种失职啊 贪污啊 我就想起了 我就很自然的联想起 现在一个大新闻 就是这些三中全会 不是土地这个使用权 流转 流转 这事很重要 我总觉得就是说 这个大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的新闻界有点奇怪 我们关注周振龙啊 的篇幅啊 都超过关注土地流转的篇幅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 我是在乡下待过 我们不用很高声的理论 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这次中央的文件说 全国18亿的农地 这个农地不能改变 那宅基地呢 可以流转 嗯 那这个宅基地的价钱 就会很贵 那最简单的 你你你都文涛 你假如说你分到十亩地 嗯 你其中一亩是住的 九亩是耕地的 你这个九亩呢 你流转 再怎么流转出去 大概就两万块钱 可你这一亩宅基地呢 可能就有二十万 嗯 那你想接下来会发生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有很多在这两者之间的 这个划分 就会有很多贸逆了 你明白吗 就这块地到底算是耕地 还是算杂基地 地你想全中国有各种不同的地貌 它是不能改变现有土地用途吗 对对 不能改变用途 就要保证这个农地 哎 但是 基本要提供粮食 但是但是 但是你想这是一个大概的数 在每个村庄 比方说我是1800亩是耕地 嗯 我有一百某是住宅地 但是住宅地如果这么值钱的话 谁来决定 这这块地什么用 那块地什么用呢 你明白 这不就是各级官员 你看 你你明白 这个这个怎么来保证 全国一个总数 你下到每个县 下到每个乡 这这块地是只值 2000块 这块值20万 你想想 我这么一划 这个中间 我一个划的这人的权力是多大 我没听说有任何规定说禁止干部去参与流转 这这这我就是非常非常 这个东西呢 你刚刚说为什么新闻界比较谈的比较少 其实也不是谈的比较少 只是没那么热 为什么呢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中国农村问题 比如说在农村改革太复杂 就左派右派讲的都有道理 所以呢 大家都不好表态 都不知道他到底应该怎么去想 你比如说像这个政府 他说要土地流转 比如说比较自由派的讲法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说你过去农民的这个地啊 这个他的这个权 流转权不完全在他手上 所以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过去那么多年 我们听说比如说地方来征地 征了地之后呢 建价卖给开发商 或者卖给别人 然后农民就分的很少很少了 那现在呢就把这个权呢 回到你农民手上 就政府来征地 没那么荣业了 这是一个讲法 可是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说法来讲 就是说农民的溢价能力啊 有多高 就是说我们平常买卖 我要有溢价能力 溢价能力依靠什么呢 第一我要知道充分的市场讯息 对对对对 我要知道同样一块地 隔壁村 隔壁县 怎么卖 人家出多少钱 你要干什么 你是谁来买这个 我要知道这些 我才能溢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的社会地位啊 怎么样 因为还包括那象征资本 因为有时候有些地方政府 很不像话的 真的就来欺负你农民老百姓的 就跟你说国家有什么政策 糊弄你都有的 就忽悠一些什么政策 什么条文呢 出来都有的 那么这种情况又怎么办呢 就是因为今天农民太弱势 他没有溢价 接下来马上会出现一个什么 就是这种流转的经纪人 他们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势力 他肯定要附庸在大的地产商后面 比方说我看中这个湖 这个湖边有些地方 我看中它可以盖别墅 那我要想办法要把这个地弄下来 我跟农民会说我盖别墅吗 我不会说 这种不出什么东西了 这地瓜都长不活了 什么什么 大家压起来 但是农民他没资源啊 你知道我有一则新闻 我看得特别不安 就是说天津这是做试点 让农民住楼房 本来的农民住在这一摊 都是平房对不对 他说让农民住楼房了以后 多下来这个地 马上可以发展产业了 我这个有一个非常坏的记忆 我在江西插队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叫陈世青 文革当中 那时候军人管制 就弄了一张图 叫每个农民来看 还唱编了一首歌 说那个将来理想的社会主义 形容称的中间是一条河 两边是鸡根道 然后呢是高楼 然后叫农民 然后叫我们去把那个弯的河 就挖直 真的我们去挖直 然后我记得当时的农民 我还记得他们在议论 说住楼房了 住楼房了好啊 这个以后就 可是哪里养鸡呢 那我这猪养在哪里 我三楼的人养猪 那个猪的粪呢 调到二楼去怎么办呢 你明白吗 这农民当时是 农民真的是很弱势的 你开始跟他讲 你这个一搬到房 还给你一笔钱 很多农民可能 乐呵呵地就进去了 然后就把那个宅基地 就被那些商人 就包转掉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 我不知道 我这个人现在就是说 我自己眼前手头 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做不了 可是我在想一些 跟我没关的事情 我就在想 我们的这个传媒 这么大的事情 天津已经推出四点了 要把农民住楼房啊 全世界哪里看到 农民住楼房 我哪里有 美国最大的农庄 有农民住楼房的吗 那什么都啊 美国住木头 当然就是平房了 农民周围要有自己的 要有自己的空间养鸡 你把楼房也是 扛这个锄头下楼 也不太方便呢 没错 还跟他装电梯吧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欺负农民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开发商呢 现在也很忧虑 所以他们也要想办法呢 尽快要转型 什么意思呢 就你想想看 这件事对房地产商来讲呢 有好有坏 坏在什么地方 第一 现在所有的那种 市郊别墅群的价格 都会跌 因为你如果 农地可以流转买卖 这个宅基地 这表示什么 比如说 邓文涛今天假设 你有一笔钱 本来有人劝你去 西山买个别墅啊 什么吧 那你现在说 我干嘛买别墅啊 你的藏品买八某地了 我买块地 我自己可盖啊 那对 那当大地主了 是吧 我干嘛买别墅呢 对啊 西山买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现在这不中央说你农村不管怎么改啊 这个绝不能损害农民利益嘛 只能给他增加利益 但是呢 我就说呀 我特别不了解农民 但就看历史啊 就像物理看花 我得到的一个粗浅的印象是一定要警惕两件事 一件事呢 这个农民呢 信息严重不对等 对 这个太容易被忽悠 第二件事呢 你不要过于相信这个基层干部 对吧 他对农民的这种感情或者这个道德操守 为什么呢 那当然咱得说广大干部 那肯定是好的吧 但是我可以拿历史做镜子 你比如说就当年说五万年大跃进的时候 包括那个时候这个自然灾害 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 你像我这个小辈人 我现在看到那个时候的历史记载 说实话 我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说什么呢 说咱们这个公有化了 是吧 公有化 就农民把锅都归大队了 对 你的家里的 这农民连房子都给拆了 说要办什么万头养猪场 房子拆了 没处住了 这农民就给啊 然后呢 那个时候说 你大跃进 对吧 你报 放卫星 母产十万斤 母产一万斤 可是问题是到头来给你算账了 你得照这个来交粮食 对吧 然后那个时候就搞 你交不出粮食来 就说反满产私分呢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跟你说 至少一少部分吧 咱们不敢说 至少一少部分 这个村干部 公社干部 那对农民何其毒也 吊打呀 到你家里这个搜啊 逼得农民自杀呀 你知道到最后 后来上头发现问题的时候 定性啊 我就觉得可能上上级啊 都觉得很难理解 说 这个公社书记 他这对待农民 这不可能是共产党的干部 他就 所以最后又把这公社书记 收拾一通 就是说 这一定是国民党敌特 这一定是特务 要不然不能解释啊 怎么能相信 他会对农民这么狠 这么狠毒呢 所以说我就觉得 当然咱不能拿历史 来比较惊天 但是我觉得就是 要警惕 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啊 你想这个地啊 如果一流转 宅基地那么值钱 那流转公司 它不是一次流转 它跟这个次贷一样 它会不断转手啊 我要是 我要是 现在弄到了湖边的 十几家农民的 这个宅基地了 我不盖房啊 我放多少年 这个地就会 这个价钱就会上去啊 那些你像现在的官员 这个监督到这个地步 你看胆子可以这样大 把人家当野猪打 打完了还能顶替 买官卖官的 现在情况非常普遍 你在这方面 你现在这次我非常失望的 就是整个这个土地转让里面 没有一点限制 对于农村县级的干部 自己参与流转的限制 没有的 但是呢 我觉得呢 我担心的 除了宅基地问题 我觉得农地也很值得担心 农地会被削少啊 不只 因为现在的政策是这样 现在根据这个所谓流转 土地自由流转的说法是 其实农地都可以流转 只是你仍然要种田 对 但是你仔细想想啊 其实农地将来是会比宅基地贵的 为什么呢 现在看来好像农地不值钱 咱一定盖房子好嘛 可是其实我们市场 吞吐不了那么多的房产 尤其现在金融风暴 房地产业有点不行 但是有一个行业 在全球 未来二十年都会一直独秀 就是农业 粮食 粮食啊 现在你看股市叠成这样 有一种股啊 还还算不错的 叠得没那么差 就是农业股 所以将来粮食会出现问题 当出现粮食为止的时候 农地肯定很重要 那就要有农业财团 现在很多搞大地产的地产集团 我觉得是能转变的 它能变身 比如说我来买地 以前呢 我想的就是盖房子嘛 我现在不盖房 我转型 我种玫瑰花 我来搞董萄园 我来种粮食 我就变成大农场来赚钱 那那个农民呢 其实早就到了城市边 住楼房 也没事看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 我只是有一点隐隐忧虑 就是说这么大的事情 我只是想在这里 我只是想为那个 我们只是想在这里 我只是说 我只是想在这里